第一步我们进行电脑显示屏支架安装 工具箱内取出电脑显示屏电源延长线 显示屏信号线 这边放入后盖是吧 放入后盖里 需要打开三个后盖 电源线公投对准热孔进行插入 继续从这边穿入 好 线从这边这个口穿出 穿线完毕 穿完之后将盖子拧放 接下来我们将显示屏支架 固定上到机器上 取下螺丝 先加显示屏信号线穿入孔内 对准孔位 走上螺丝 支架初步安装完毕 好 接下来安装显示屏支架 取最大号螺丝 显示屏支架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安装键盘的扣盘 显示屏支架 安装完成之后 将信号线及电源线 依次接入 显示屏安装完成之后 将信号线及电源线 依次接入 显示屏 显示屏支架 显示屏支架 安装完毕 接下来安装电脑主机 将对门打开 电脑主机电源线 取出显示屏电源线 电脑主机电源线 插入插排 连接完成后 将显示屏电源线插入 从机箱出线口 穿出 从机箱内部 与之前的 显示屏延长线 对接 将显示屏信号线 从机箱出线口 穿入 将各类信号线 依次接入 主机的对应接口 同时 将键盘与 鼠标的信号线 从此接线口内 插入 然后接到 切于电脑主机上 连接完成 连接完成后 将电脑主机 置于机柜内 取出无线手柄接收器 将其插在电脑主机上 锡在电脑主机上 即可 此时控制电脑 安装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